好 持續來看到疫情呢 不只打亂大家生活的腳步 還打亂的是什麼呢 國民黨的黨魁戰 為什麼這麼說 來看到在國民黨智庫的各黨民調 在民進黨的部分是20% 那國民黨18% 但是疫軍突起 可以看到民眾黨支持度是攀升的 在柯文哲的部分 現在呢在民眾黨現在支持率14% 好 所以在國民黨的部分可以看到 現在誰的這個支持率也上升 就是在新北的部分 在新北疫情現在呢 也是做的防疫有成 所以在侯友宜他的聲勢是往上的 但是有誰 可能也有意願呢 看到是卓博元 他是張華縣前縣長 現在喊話也要來參選 還有一直大家也關注的就是韓國瑜了 好 還有現在的黨主席江啟成 所以看到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國民黨黨魁戰 有了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那侯友宜也加分 為什麼呢 其實在這一回啊 中央宣佈為解封之後 你可以看到全台縣市幾乎是逆時鐘 急轉彎改變措施 在雙北包含了柯文哲侯友宜 好 最近聲量都蠻大的 因為連日的炮轟中央 海外市長柯文哲大罵說不負責任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呼籲中央 要做指引的時候 你要有GOTS跟承擔的勇氣 而現在萊茵同時來炮轟說 防疫解封是中央有功 但是地方有過 中央在做整個指引必須要有GOTS 難道是暗酸陳時中沒GOTS 因為中央搞出的違解封 標準邏輯不通 被轟根本想甩鍋地方 雙倍不接鍋更接連開轟 中央要拿出承擔 決斷的勇氣 來面對所有升降級的規定 中央只要發布給命令 後面他都不管了 我就是這個相當不負責任 這回為解封 網友炮轟 中央當官真好當都不用負責 開放出事還是掌背鍋 中央想甩鍋 當地方看不出來嗎 算盤打錯了 現在根本是圈倒團結反中央 因為除了澎湖維持有條件餐廳內用 現在幾乎全台逆時中 中央跟地方要共同負責 對自己做的一個決定 大家都要有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去執行他 也沒有所謂的一個甩鍋的問題 如今中央地方各唱各的調 程序中被罵翻 藍軍怒轟 唯解封根本是中央不跟地方溝通 還藏一謀 防疫中央有權地方有責 解封中央有攻地方有過 表面上好像是讓地方有權去決定 但實際上是甩鍋給地方 因為他不做決策的時候 那開放下去的時候 當然他就不用負責任 萬一出了事的時候 這是一種相當不負責任的態度 中央拍板唯解封卻看不出標準邏輯 就怕莫名要背鍋 地方一切從嚴唯解封歸零 成了偽裝版的唯解封 在全國7月13日為解封 但是可以看到全台就是逆時中的 現在只有在澎湖 38天沒有確診 雖然能夠兼顧防疫跟經濟內用鬆綁 但是其他縣市包含了 你看到六都的部分通通逆時中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本土確診案例還是有 而且這個民意的壓力之下 全台都不敢開放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對於中央有一些質疑了 像是侯市長剛剛來嗆中央說 你要有膽識來承擔啊 那麼江景成也說了 有功就是中央 那麼有過就是地方來扛 根本是甩鍋地方 但是蘇院長怎麼說 他說這個就像放颱風架一樣嘛 這授權給地方大家能夠來評估 那陳時中表示說 對於大家這樣逆時中 他說地方很謹慎 我們都尊重 但所謂的颱風架 這大家聽了會覺得有點奇怪 有民眾認為說這個颱風架 颱風你會在台灣大概一到兩年嗎 那颱風會從破口傳到沒有颱風的地方嗎 還有就是推卸責任 為什麼呢就是擔心 如果繼續的持續來封的話 是不是支持率會掉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中央宣布可以微解封 但是地方是比較謹慎的 不過也因為這樣 其實已經三級警戒這麼長的時間 看起來高雄人是不是悶壞了 已經開啟了自我解封模式 好一大早菜市場可以看到 機車滿滿滿大家都來買東西 還有按摩店 也已經是偷偷的重新開張 夜市到消夜時間 人也都湧到大馬路上 大家看了說真的蠻危險的 奉盛在地市場 阿桑阿被提攬子下車買菜 市場入口人山人海間碰間 體溫還沒涼就放人 我兩個禮拜來一次嘛 來到沒有人今天人超多的 好多人 提示外面的人更多 兩邊賣車道通通都是偷偷外 眼看整條馬路快要被塞爆了 路過騎士差點被擠到對上車道 人群全都出來了 難道是自行為解封了嗎 有有有 人有比較多 紅市場內京東外模擬又重新營業 在天老闆拉下口罩 婚一支一支店 知名牛排店只顧做生意 人潮排到大馬路上 安全距離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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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鈴夜市跟離譜 宵夜使勁移到民眾自動上街 每一攤幾乎都有人排隊 炭烤串燒炒幾夯 店外擠滿人 為了假烤肉串幾乎快貼在一起 那這個是絕對禁止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大家再忍耐一下 民眾似乎是悶壞了市場夜市 入路續續湧現人潮開啟 自我解封模式四處爬爬道 就爬這一艘現疫情恐怕再突爆發 記者李欣宏 從馬嘉瑜高雄報導 第五輪廣告 第五輪廣告 何其中一端 今天出發了